欢迎回到有话好说 我们今天讨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就是台湾的海岸线究竟要不要开发 能不能开发该怎么开发 刚刚我们谈的是屏东 整个衔接屏东跟台东 这个非常重要的台26线 但是呢他非常可能会对于台湾现在 保存最完整也是历史最悠久的 这个阿朗伊古道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同时对台湾南端的生态 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到底这一段海岸公路该不该盖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台东的情形 台东有一个最大也是非常漂亮的海滩 叫做山源海滩 最近呢在媒体上吵得很凶 不过是不是主流媒体 就是网路的这些关心环保的民众吵得很凶 就是讲说在台东山源这个地方呢 怎么突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 豪华休闲度假村 台东县政府用BOT的方式呢 把它包给所谓的美丽湾大饭店 大家看海角骑下说 算了BOT 害了BOT 这些BOT之后对台湾到底是好吗 我们来看看 山源海岸是台东最辽阔的一片沙滩 三年前这里还是台东县府经营的海水浴场 在促进观光鼓励民间参与投资政策下 民国94年台东县府以BOT方式将公游海岸 陈塑给财团建造旅馆度假别墅 租期长达50年 三年海水浴场是条件比较好的 外面也漂亮入海也相当平顺 这个沙滩部分 所以我们为了想开辟地方的裁员 民国96年4月 环保团体揭露已经完成主体工程的 美丽湾度假村是个还没有通过 环平的开发案 不过业者说他们开发只有一公顷 不必申请环平 但环保团体认为 美丽湾度假村整体开发面积 包括旅馆区别墅区和细雪活动区 一开始规划就是6公顷 业者却只计算旅馆面积 县府还协助业者分割土地 有包庇之嫌 一状告上法院 法院裁定美丽湾在通过 环平前必须停工 停工了但环平的审查 争议却持续延烧 第一次去审查的时候 他已经盖到大概二楼了 我们当时要他停 但是他都不停 而且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他的污水排放 去年底台东县府 在领选环平委员 环平委员改组后 环保团体在台东发动大游行 环平外的兴建到底是发展 还是沉沦 到底阿美族人有不同想法 他一开业的话一定会影响到我们 因为他把我们的海域 全部租给美丽湾饭店 现在租给美丽湾饭店 租50年 要找工作方面 这个地方应该是 就地取材 很快就应该找得到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这边失业率也是蛮高的 根据调查 山沿海域有110种珊瑚 占了台湾珊瑚种类的三分之一 所以担心游客大量涌进 这里的珊瑚可能面临死亡危机 当这开发案都做完了以后 其实才是在海里面这些生物 或是在山上这些生物 它们灾难的开始 6月中旬 台东第六届环平委员 有条件通过 梅丽湾度假村的开发案 环平委员组成违法 9月初向高等法院提告 法院更衣审裁定台东县府败诉 县府表示再考虑继续上诉 山沿海岸的攻防站 还要持续进行 我们来介绍这个议题的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 台东县政府城乡发展处的处长 许瑞贵 许处长你好 我们再来欢迎是 阿美族的赤同部落的族人 发言人林淑玲 淑玲你好 你好 你好 三里加加 这新新加古 怎么讲再讲一次好不好 你好 你好 三里加加 三里加加 马布朗 为什么你们今天要来台北抗议 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部落说话 为我们的土地 为我们的海洋说话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台北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因为 从美丽湾他从签订 然后开发 然后一直到最近核发新的建造 跟使用执照 都没有经过部落这边的 都没有征询部落的意见 问都没问过你们 都没有 就盖下去了 对都盖下去了 那请教 当然这是一个尊重的问题 原住民基本法 这个是一定要做 这个是尊重的问题 第二个是实质伤害的问题 盖一个在那边 盖一个美丽湾大饭店之后 到底对你们会造成什么伤害 什么冲击 我想我们可以 这种伤害其实是 它可以是很长 也可以是很慢的 对那我想要说的是说 如果这个饭店 它一开始的时候 它在盖的时候 它适不适合盖在那个地方 对以及说它的处理这个过程 有没有对这个地方造成伤害 那至于说 我们的部落这边 我们当然有文化权跟 生存权的这些遗历 尤其是 一周就是50年 我们担心这些废水 会不会直接排放到海洋这边 我们赖以为生的 这些海洋的资源 会不会就会因为 这个污水排放的关系 然后就 这些渔情就不见了呢 那我们 因为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祭典都是靠海回生 那如果这样的东西都消失的话 那我们要去哪里呢 我们是不是会跟着我们也会跟着消失 是 我是用这样的想法去想 我们跟这个生态的关系 是是是是 处长我要请教你 刚淑琳讲的很清楚 第一个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 任何在原住民的这个传统领域上 去做重大开发 你一定要先 征求他们的同意 不是知会哦 你要征求他的同意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赤童部落 这些阿妹族的人 在山源海滩这边呢 包括他刚刚讲到的 他这是他们传统记忆 因为靠海 你会有很多记点 或者是生计都是靠海 你那边去一个大房间 敢说 人们要去那里做传统记忆 还要跟 那个美丽湾饭店买门票 才能够去做他们的传统记忆 很多阿妹族人呢 他也许在那边 捡一点贝类的东西 他可以过一天的这种生活 生活所需 现在如果说 这个污染没有控制 把鱼啊 贝啊 都透析了了 他们是要怎么探紧 为什么要盖这个BOT 谢谢主持人 那 大家住在台东人 大概对山源都有 都有概念 就是 我在台东住了五十几年 是 那早年 尤其刚刚小时候 我是住在东海岸 那我也出生在成功 那我在印象当中 在民国七十几年 那时候大概七十四年 七十五年 那时候县政府 在那边花了两千多万 盖海水异常 是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因就是 后来我在查资料 在七十六年 那县政府把这个海水异常 盖好以后交给北南湘工所来经营 当时花了两千多万 就是盖了简单的一些游客中心 还有一些的公共设施 让在那边使用的人可以 比如在海水异常游泳的人可以使用 所以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原因是 有一次我开车 载着我太太还有小孩子经过那个地方 我想说总是经过我觉得很好奇 也蛮好看的 我就想车子停在路边 我发现到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就说这个在台十一线 只有路边停车要收费 当时还蛮长的 七十六年的时候是交给 北南湘工所来经营 到后来东莞处成立以后 在八十年再交给东莞处 当然到后来 因为这一块土地带 目前是违线土在东海岸 一些都交给东莞处管理了 唯有这一块是现在我目前还管理的 所以在当时在几年前 就是在上上任的县长 习县长的时候他觉得说 应该邀请一些业者 在这边做投资来经营 让他的使用力更高 对地方的经济有所帮助 所以当时在93年12月 才跟美丽信集团订了这个合约 然后成立美丽湾公司 这个大概从那时候开始 所以你也意思说 这一块地呢是台东县政府主要可以管的地 然后为了发展台东的观光经济 所以才邀请业者在那边做中榻投资 要塞一下做美丽湾的度假村 我们来根据美丽湾度假村 环境影响说明书 找出来他的一些正面上的一些意义 第一个当然你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 他说员工三分之二都要用台东宪明 然后还有包括北南乡民 富山村就是当地的这些人 主管除外了 当然主管他可能会找自己人 食材用品纪念品三分之二呢 他都说都会跟台东厂商采购 所以也许对台东的其他上下游的经济会有一些帮助 然后呢再来是说当地的居民呢 明代呢到海水浴場免费住宿久泽 实在是说你不要去人本来就不用钱了 再来是引进国外团队要带动台东观光品质 这是经济效益 教育的部分呢 他说每年会两次对富山国小饭店礼仪教学 提供永迅的场地 再来呢房客没有使用的点心糕饼呢 会资助生活弱势血统 这听起来会让人家有点不舒服 吃醇的再买给人 再来环境的部分 不好意思这个三分事不对了 应该是三目的三 三元互渔协会 每月呢会有立会的场地 茶水免费 然后提供文宣行销人员协助生态教育 然后结合互渔的团体 每年举办静谈的活动 这是正面的效益 可是我还是要问说 第一个原住民基本法的公司 你要经求人家的同意 第二个 算了BOT 害了BOT 这个东西本来这么漂亮的三元 我大概六七年前也去过这个地方 真的很漂亮 你把BOT掉 就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去嘛 那个住一个晚上至少七八千块跑不掉嘛 我们这种穷人或是当地的人 他本来就是完全免费 这个是老天的资产 怎么会变成私人的财产 我们现在可能一直定位在就是好像这几年才有这海水异常 我刚才特别提到就是在二十几年前就有海水异常 海水异常当时县政府就花了两千多万就盖了相关的设施 所以刚开始我们这个投资的公司 美利湾公司在九十四年起的建造在开始盖的时候 地方上大概一般杂音不多 因为事实上因为当时本来就是有海水异常 后来会引起纷争当然就是大家发现到 他本来你在申请的时候是六公顷 你怎么可以用 你现在目前可以盖建筑的那一公顷来盖 所以当时的时候大概是对这个质疑 这质疑时间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他希望整体开花的时候提出环品 在环品说明会的时候 办理公听会的时候才引起地方的反弹 表示声音的时候才表达出来 所以实际上他整个开花是从九十四年开始盖 到九十六年三页具结构体都完成了 是 是在提出环品的时候才地方声音才出来 是我们待会好会来说环品 可是我想问的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 就是说为什么没有经过人家原住民的同意 因为原住民基本法就是要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 原住民基本法的那个时候这个定的时间 我们这个定的时间点 原住民基本法定的时间点 通过开发案的时候还没有原住民基本法 就定的时间点这个有关系嘛 你就假如是原住民那个所定的时间 那个基本法定的时间 我们在之后开发当然一定要嘛 但是现在你建造可能就还没拿到 建造就拿到了嘛 开始的时候它是一公顷的时候建造就拿到了 然后后来因为大家提出质疑的时候 所以我们当时宪政武希望他整个六公顷开始做环品 这个环品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 在95年就提出来 96年到97年间经过五次环品才通过 那那个处长我就要请教你 是 我们也整理了一下这个度假村的问题 其实不应该是度假村问题 应该是台东县政府的问题 是是是是 因为你们通过这个开发案嘛 他们就是依照你们的政策去做投资 美丽湾度假村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整个台东 特别是山源海岸的整个下面呢 海域内珊瑚占台湾种类的三分之一 生物多样性是非常的丰富 大量的游客进去呢 大家都要去撞那线鹅 大量珊瑚就会死亡 再来是当地阿美族呢 有大洪水海啸的传说 这个饭店刚刚起的海边 风台如果大映来看要怎么样 贱卖土地的部分 这个是更严重的质疑 就是说业者可以做五十年 六公金的土地 一国的租金才辽三万块 才加两百的管理金而已 贱卖土地的问题 违反法令 当然您讲说这个开发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原住民族基本法 可是现在原住民族基本法 讲得很清楚 第21条讲说政府或私人单位 如果要开发原住民的土地 没有大洪人都没有办法余裂 当地人的生活形态呢 跟汉人完全不一样 你真的要叫淑林去大饭店工作吗 第一个他要不要用也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淑林愿不愿意 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淑林你怎么看 这整个BOT案到底对你们来讲 最无法接受的地方是哪里 我想这个BOT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 当然我们最不能够接受的 还是在于说 为什么你可以把这个共有的地方 变成一个私有的地方 而且我要说的是说 阿美族其实一直在使用这个海域 是没有错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排除任何人 进来这个地方 我去三月你也没赶我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直是用分享的 是 分享的方式 我们让我们自己在那边 发展我们自己的海洋文化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排挤任何人去那边 做他们想要在海上做的一些行为 但是美丽湾不一样 美丽湾饭店盖在那里之后 它开始要限制东限制西 限制部落的人不能下海 可能会有爱将官什么之类的 或是说可能会有一些 安全上的娱力什么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三元海水一场是 台东人共同的回忆 美好的回忆 但是你私有化之后 这些人 就变成有钱人的回忆 对就变成有钱人的回忆 而且以前只要花30块60块 我就可以进去享受 现在可能要8-9千块 对啊 而且还说要打9折 我可能根本就不想要住在那里 处长我想请你刚也谈到 这是前前徐县长的一个 通过的开发案 所以我就要请教你 现在的黄县长政策有没有改变 另外一个我想再问的是说 环平的部分 当初这个美丽湾饭店呢 没有经过环平 后发现 不乃供一公顷 真的可以 连线我们连线到 环保联盟台东分会的成员 杨中伟 中伟我想请教 整个美丽湾饭店 在环平过程中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美丽湾公司跟 县政府 在我们看来 他们完全是套好招 因为在台东县政府跟厂商BOT的合约 已经明债 开发范围是5.9公顷 那么厂商应该自行付费 依法办理环平 那合约签了以后 县政府跟厂商就在那边套招 把旅馆大楼的用地 精准的切出 0.99965公顷一块地 然后政府就依照 不办还平的这块地 发出建筑制造 厂商就赶快兴建大楼 那我们再看来 这个东西的争议点 主要是 第一个是它的规划设计不当 大家都可以看到 沙滩上冒出一栋大楼 沙滩本来就是海浪活动的空间 沙滩上怎么可以盖大楼 这是第一个完全不合逻辑的地方 那大家都还不知道 它现在在那个大楼的外面 剩下的小小的沙滩上 它还要盖五个游泳池 还要填土绿化 我想许数长可能也不清楚 他以为这边是赤道无风带 就是这完全规划设计不当的 在这两年的台风 小小一个台风 那个浪就已经打进它的一楼了 所以这都整栋大楼 完全是一栋危险建筑 是是是 好那个处长可不可以请回应一下 中伟刚刚也谈到 他说整个设计就是有问题 你海边去大楼 海应来啊 饮水啊什么问题 不过这个是业者自己要负担 你自己要去 谁叫你去 可是我想问的 刚刚中伟也有谈到 刚刚我们谈到租约跟租金 这个建仁建制 是不是建卖啊 这个是建仁建制 可是很重要的是说 环平当初是讲说 一公顷以下不需要做环平 这也是事实 可是呢 如果你真的是零点九九九公顷 那大家名字摸了就认了 他第一期盖了之后 还有第二期 第二期盖了还有第三期 刚刚中伟说 根本就是跟你们 县政府套好招的 不过你当然可以推给前前县政府 因为你是现任的 是不是你们县政府早就知情 跟美丽湾饭店套好招 故意把超过四公顷多的 这样切切切 切成没有到一公顷 所以不用做环平 我想以目前状况来说明 那后来他经过五次的环平 通过之后 当然他当然就提出 再提出建造申请 就是以六公顷的 以经过环平的这个土地 来申请建造 他就是因为他前面的 他种这种舒服 我不管说他是不是有意逃避环平 但至少他后面环平 他是经过了 他因为他前面所做的作为 让我们后面在补照的时候 他花了495万3000多块 所以这一次的建造 等于六公顷的补这个建造 是花了495万多 这就是他前面故意 就像大家讲的 他可能是规避环平 但是他目前是付出了 495万的补照的花款 所以其实监察院真的也要去查一查 那个徐县长那时候是不是真的故意要规避环平 以实际上来讲 因为提出环平是在大家质疑之前 他已经在提出环平了 他后续要准备开花的时候 他们是主动提出环平 总之不是在大家提出质疑的时候才提出的 不管是说后面有没有补证 总之就是说那个时候很可能是在故意规避 一公顷以上就要环平 环平是有效的嘛 就是六公顷还是有效的嘛 总委 拜托你怎么看 这是像一个犯罪的人 你犯了罪 那你出审被判刑 那么他说 那犯罪的人就说 最高法院还没有判定啊 我还可以继续犯罪啊 就这样子一直继续犯 我觉得县政府在这个案子中 台东县政府 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 他身为执法者 然后跟厂商套好招 切割土地 然后操弄环平 对不起啊 我讲的话 我们的看法真的是操弄环平 第一期的环平委员 很明确的要求罚款停工 县政府完全不理会 他只有针对超过第一期部分 他在第二期施工的部分 罚三十万 那么后来环保署主持正义 说县政府不对 他应该整体 应该要办环平 要罚款停工 县政府仍然不理会 那法院 高等法院判了 要罚款停工 县政府还是不理会 现在一而再 再而三的越陷越深 现在竟然连使用指导 都发出来了 那下一步 当然就是马上造成事实 开幕营业 那么惨的是谁 是我们的县政府的形象 是政府的公开的形象 那回损的是什么 是我们大好的环境 是是是 谢谢中伟 谢谢你跟我们电话联系 可是处长我要请教你 所以不管之前到底做对 还是做错 总之现在的黄县长的政策 就是说 这个美丽湾饭店 势在必行 一直要给营业 我想政府是一提的 不管政治立场 或者是想法 一样不一样 政府是一提的 那六年前所定的契约 我们现在政府当然不能否定了 所以我们在企业精神之下 目前我们很多的环保团体 包括我们赤桶布朵 相关的法规 签约都签了 你没办法反悔了是不是 不是 就是说 依照我们相关的建管的法令来说 他在后续经过还凭的六公顷 他申请建造 包括实用执照 我们依法应该给他 但是在后续的这种相关的议题 比如说我们像黄保长提出的议题 包括这个 为什么要发实用执照这个部分 还有建造六公顷这个部分 其实他这个建造六公顷里面 已经包含我外婆的土地在里面了 而且他完全没有像我的外婆讲 有征收 或是说土地被划为二旗比辣的预定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也都没有跟我们说 那我现在要扶 我现在要扶 两个习惯冒犯淡的消防猛男 执行一项超级任务 那今天的任务有没有信心 Hi HD频道精彩播出 度假狂想曲 你也可以这样玩 享受肯定冲浪的急速快感 体验东北角攀岩的惊险刺激 吸收气篮的分多金气息 释放东台湾的热情活力 探索蓝宇的神秘水世界 打开你的疯狂西方 台湾新动线 带你重新体验 台湾的好山好水 温暖宇的审计 有什么鬼 宅的概念出来 其实就是因为我一个人 脱光灌然后在家里面 做一些很有趣 或荒唐疯狂之类的事情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排 就是客厅啊 房间啊 甚至厕所啊 窗啊 沙发啊 其实我当初没有把它想成是视觉SM来拍 它也算是窄的一个颜色 对我圣诞灯泡的发光来呈现一种氛围 因为我觉得说在裸体的状态下 给人的观感是最震撼的 我并没有觉得说会 因为我很想要脱 然后就叫大家一起脱这样子 希望大家可以有我这样的作品来 呈现每一个想要在家里面解放的感觉 你就是想做这么死的吗 我只是这座桥的小波子 就当你们对不过的时候 我才会想起死 孩子不应该存在 要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放开我 你是一个收费人 我怎么相信你 是谁在呼唤死亡 每周六晚间酒店 死神少女 活到六号工地崩塌 七人死亡 其中有六名非法外劳 劳委会重罚包商 水里鼠公布梵纳比台风 为高雄县市带来的余量 远超过莫拉特台风 质洪池的数量明显不够 免费流感疫苗今天开打 老人跟幼童优先 今天就有不少人来排队了 北韩政府的接班人公开亮相 并且把本来的金正寅 证明为金正恩 你好各位观众 我是黄明明 欢迎您收看今天10月1号 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来看国道6号的 北山交流道 昨天发生重大公安意外 因为施工的阴架倒塌 有多名工人被压在底下 经过连夜的抢救 还是有7个人不幸死亡 其中领班张永和是唯一的台湾人 他的家属守候了大半天 等到的却是哀伤与绝望 他们今天重新回到现场招魂 场面哀奇 大型机具不断开挖 30号晚间9点多 找到领班张永和的遗体 其他受困的三名外劳 也陆续被找到 不过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强救的行动直到1号凌晨1点左右结束 国道6号北山交流道工程施工因驾倒塌 造成七死三清重伤的惨趣 让我工程单位停止大型机具的施作 希望等土石结构稳定之后再进行善后 不过这么惨重的公安意外怎么造成的 让我会初步勘察 推测可能是高速公路主线道还在通车 不然将工程同时进行 震动让底下的支架无法支撑所致 国工局否认 本来就可以这个跟那个 比较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因为我们车子才可以 没有还没有车 是因为主线通车震动 然后影响到冠江作业吗 这个我 有这样的说法吗 我不太清楚 七名罹难者当中 有六名是非法雇用的陶艺外劳 负责的国灯营造不愿出面回应 不过外头的标示牌 标明没有雇用外籍劳工 明显和事实不符 而国工局表示 包商没有告知外劳怎么来的 而非法雇用已经是事实 明显处罚 另外离难的领班庄永和 下午家属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招魂 尽管全力抢救 不过还是造成七个人罹难的惨剧 南投检方将潮是否有工程疏失 以及安全措施 土石结构稳定之后再进行善后 不过这么惨重的公安意外 怎么造成的 让我会初步勘察 推测可能是高速公路主线道还在通车 不然将工程同时进行 震动让底下的支架无法支撑所致 国工局否认 七名罹难者当中 有六名是非法雇用的陶艺外劳 负责的国登营造不愿出面回应 不过外头的标示牌 标明没有雇用外籍劳工 明显和事实不符 而国工局表示包商没有告知外劳怎么来的 而非法雇用已经是事实 明显处罚 另外离难的领班庄永和 下午家属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招魂 尽管全力抢救 不过还是造成七个人罹难的惨剧 南投检方将潮是否有工程疏失 以及安全措施